这是印尼四水的台湾学校 举行了第二校区的新建工程 开工动土典礼 由驻印尼代表夏立妍主持了仪式 多位的贵宾还有师生们都出席观礼 同时也给予了祝福 期盼新的校舍能够如期在明年的四月间完工 在九月份正式的启用 带给学生们更好的学习环境 小朋友们穿着红彤彤的传统服饰 带来舞蹈表演 现场一片喜气洋洋 为印尼四水台湾学校 第二校区新建工程开工动土典礼 揭开序幕 包括驻印尼代表夏立妍 侨务委员何立荣 教育部驻马来西亚文化专员朱多明 与四水台商会理事长洪顺藤等贵宾 都出席典礼 四水台湾学校董事长李玉玲 首先致辞感谢大家的参与 同时说明 占地一千三百九十二平方公尺的第二校区 将新建四层教学楼 除了国高中教室 会计室与老师宿舍 还有室内运动场 预定明年四月完工 九月正式启用 希望能提供给学生们更多资源 随后在夏立妍代表的带领下 动土典礼仪式正式展开 大家上香 敬三生 敬酒 献花献果 一切遵循鼓励 齐取新校舍功臣顺利 台湾是印尼教育部 把它列为四个主要的大学讲师 游学国之一 第一个是德国 第二个是澳大利 第三层所台湾 第四个生育期来 在四十个地区 越来越多的人重视教育 重视中共教育 他们第一个选择目标 未来找台北学校 他们更多的台商要来这边 投资的时候 他们的子弟也需要 四水台湾学校在十八年前 从占用 借校 买校 买地 一直到如今第二校区的建立 艰辛的办学过程 令人感到敬佩 在海外办学 本来就是非常的辛苦 我们的资源 我们的经费 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人力 我们的物力 完全是非常的艰难 非常艰难 但是在今天 在十八年后 我看到 我们已经从幼稚园 一直到高中 到甚至于 我们回国的大学的录取率 非常的高 而且在东南亚的 无所台湾学校里面 我们的学校是最被占选 这是我自己也感到非常的骄傲 印尼地区办这个台湾学校 真的蛮艰难 尤其以前可能对华国人 非常不大友善 但现在情况应该赶上很多的 所以我们应该是有机会 好好的在海外 把这些我们台湾中华固有的文化 好好的欢迎观看 典礼上出席的贵宾们纷纷致词 给予四水台湾学校诚挚祝福 也期盼在第二校区如期完工后 能带给海外学子更优质的教育环境 台湾宏观电视副一倩 印尼四水采访报导